大批民众将庙前的广场挤得水泄不通 许多人都伸长了手 抢着要跟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握手挤斩 一号晚间赖清德与党籍立委候选人陈秀宝 来到陆港天后宫上香 祈求罵祖保佑选举过程平安顺利 他除了寻求乡亲的支持也提醒选民 民进党执政八年来已经创造台湾经济的新时代 政府从上到下一起打拼到今天 千万不能走回头路 一定要选对的人走对的路 赖清德强调为了打造更好的经济 未来要加入跨太平洋的区域经济协定 这样才能够照顾更多需要照顾的人民 我们现在政府也已经提出CPTPP的行政案 我们有信心在未来我们来加进这个重要的区域经济 台湾经济更好的未来 要在头上 绝对不能走回头路 走回头路再度所及的中国 台湾经济大胆就不走 赖清德说面临中国的威胁 台湾需要自我防卫 不能让曾经阻挡军构的国民党重新执政 赖清德接着在赶往河美振兴宫 争取战化海线民众的支持 他呼吁选民要好好用选票决定台湾的未来 把握连带原价的最后一晚做权力冲刺 选战倒数每分每秒都很珍贵 华视新闻林建峰12月谢中益 彰化报道